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位 我想有一個分享 一行善事 大家對他 因為現在是法國梅村 因為現在被供應世界一個很偉大的宗教家 一行善事 曾經被邀請 因為他有很多其他宗教的朋友 他也曾經被Martha Luther King 說他是 重視兩個宗教不同 但也被其他宗教的人認為他是一個很好的宗教家 他曾經被一個牧師邀請了一個基督教教堂 去做一個sharing 他第一句就說 You Christian 即你們基督徒應該學一下佛 全場就覺得 喂 踩場 但他下面那句就很好 他說 因為你學了佛之後 讓你的心更加接近神 好了 講完了 他的意思當然是 學佛和信神是沒有一個衝突的 反而學了佛之後讓你的心平整 你更加可能對神的恩典神的愛 更加能夠接納多一點 張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還是你都看到這兩種體系 其實都有他衝突的地方 你看到的是抗衡多一點 還是大家可以互相學習融合多一點 都是後者多一點 我看不到任何衝突 甚至乎 或者不要說佛學先拉遠一點 剛才你說Muslim Muslim其實跟天主教都可以沒有衝突 表面上有很多衝突 即是基督教 你最基本的第一條 大家都相信 只有一個神 一神 於是我就 他又相信一個神 我又相信一個神 那當然是那個神 Simple logic 中間有很多 很多東西要fine tune 但基本上 我就覺得 因為人 製造很多其他中間的問題 大家互相理解不足夠 才會在宗教與宗教其他問題 我覺得香港不錯 香港每年六大宗教就有個聯合聲明 一起祝賀各個社會 大家有共同的願望 至於你剛才說有沒有衝突 我就真的沒有衝突 我覺得佛學 佛陀尤其是很有技巧去演繹他的學說 例如說到跟別的宗教有機會有衝突的時候 例如說有沒有神 誰是做物主 這些是unanswer question 無忌 因為你知道的答案 都對你去找人生快樂 沒有大幫助 我覺得是很有安慰 所以是一個智者 是一個成人 因為我們傳統天主教 基督教 有很多大哲學家 學問家 宗教家 思想家 理想家 都是嘗試過去找這些基本的答案 神在哪裏 有沒有神 其實沒有辦法證明 如果證明到 還有人敢不相信 所以佛陀說 不要想這件事 先搞定現在 在佛學這兩年期間 我們接觸到很多傳統 傳統 如何去靈修 天主教我們叫做靈修 都是幫助你接近你的做物主 因為我們信宗教 就是一個完全包容 不是人間說的那種包容 你現在說得對 因為這幾個禮拜 就是講山中聖份 在基督教的傳統 其中一個最後的一點 假如有個人要了你的底衣 你要給他一件面子的衣服 這些不是人可以做得到 和說得到的 你只要有很大的信念 和很大的愛心 這些愛心 一定不是由人可以創造到 但是我看回你佛陀的教會 他都是向這個方向 你要無私無我 剛才說 為何要拿了一件底衫 因為以前在猶太 為何不是拿了一件底衫 才拿一件底衫 所以有原因 底衫 底衫 就是 你不是我保亂 但面衫你要保亂 他拿了你的底衫 當你欠債 他就有權 法律上 猶太的教律 就拿了一件底衫 做抵押 面衫 他不拿你 因為拿了你的面衫 凍死你 但是耶穌在山中聖昏教 如果人家拿了你的底衫 你還給他一件面衫 他意思是 我完全 當你愛你的仇人的時候 他教你要愛你的仇人 你怎麼愛呢 就算在 我記得有幾次 那個 那個神父 都說 這個很難的 你怎樣可以做得到 他剛走來燒了你的房子 你還要去愛他 你怎樣 其實很多傳統都有處理過這類的問題 譬如 Dom Quixote 他去打傷了別人 他說 現在我們最崇高的就是要去 癌症 就是Wounds 終於被人打得 馬都不認得 我們的宗教 我講天宗教 就是說 我們只是這個指標 就是要愛你的仇人 你做不做得到 你不知道 你做得到 就是可能聖神或者你 影響到你 教你怎樣做 因為如果是純粹是由人的角度來講 你沒有辦法做到 這個是人的天性 所以這些各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是 找到很多的 很多主流的宗教 包括佛教 都是有這樣的傳統 我覺得我們佛教就簡單一點 就是 基督教那個要求很高 我們佛教簡單一點 因為佛教說 其實你沒有仇人 所以你不用愛你的仇人 這個語言 誰愛你的仇人 所以沒有仇人 你就比較容易處理 愛仇人是一個很高的道德的標準 Richard 你不是要你代表某個宗教 但是似乎 你所信仰 就是以前的基督教 是被人覺得 普遍印象 是被人覺得 是比較獨立思考運作的 對於其他的宗教體系 他們是比較難與 和別人融合的 你自己覺得呢 就是你讀了佛學 我覺得剛才你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衝突 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覺得是 可以有衝突 可以沒有衝突 真的這樣想 為什麼呢 如果從一個教義角度去理解 有衝突 譬如佛教說基本上是無神的 或者不強調一個很獨一的創造者 但是天主教 基督教很明顯 很清楚說是獨一的真神 這裡很明顯是conflict 或者佛教說無我 但是基督教 天主教是說永生一個 即將來一個永恆的一個境界 但是佛教是說無上和無我 不會有這樣的境界發生 這個其實很明顯是一個conflict 但是為什麼也可以不conflict 我覺得是視乎你那個人 最後會不會提得通 擺下那樣東西 你擺下它 就不是有conflict 就等於兩個人 鬧交鏈 你問他兩個人的內容 你真的說這個講這個講這個 真的很conflict 但是只要大家放下那樣東西 就是不要執著那樣東西 就沒有了conflict 所以我這樣說不是假裝高深 而是視乎那個人 他會不會把那件事放下 就是尊重對方的思想 尊重 或者是在一個愛的角度裏面 應該是很界限的 Irene你就會比較好些 因為你沒有一個固有的宗教信念 但是你會不會看到那個包容性 就是讀了佛學之後 你會不會看到它的包容性 其實我想我欣賞佛學的這個學說 其中一樣就是包容性 因為我相信 就是某些宗教 其實我是尊重宗教的 我從來都不覺得宗教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個人沒有這樣的取向 其實很多時候就可能欠缺了這個 就是對錯很明顯 如果你是這樣你就對 不是這樣就是錯 我是一個很難接受 就是別人這樣跟我說的 我就發覺在佛學裏面就不是這樣的 就是你可以這樣看的 你這樣看都可以 有不同的 Condition 有不同的 我很欣賞這件事 我很欣賞這件事 那三位呢 就是都 我覺得讀完這個 就是大家知道 其實兩年 或者如果part time 就是兩年 part time 就是一年 那讀完這個出來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有一件事我要提出呢 就是你的同學仔其實很興奮 除了課程本身之外 你覺得你的同學仔裏面 很多的故事 就是更加會令到我們 我們大家知道 譬如說 如果你靠這個學位去賺錢 那你真的不用來 讀了 對不對 但是其實很多人來讀 是一種 我覺得大家都好像有一種追求 那種很… 沒有說特別要些什麼 就是來到就是一個… 所以每一次上課 我都覺得很開心 你們有沒有這樣說 有 有 上一集 就有個同學仔叫Annie 他說這個故事 我覺得很好笑 他說 他說 他在香港已經七一年畢業 他就是很早一批畢業 他說 他每一年都跟他的同學 有個聚會 他說聚會 都是說 哎呀 衣服很漂亮啊 最近怎麼樣啊 或者是何家的真產 你怎麼看啊 那就是 都是說說 他說 但是他說 但是他說 他很有趣的讀法 學這班同學 大家吃飯 就是怎麼樣呢 譬如認識了兩個月 或者一個月 一坐下就說 你的心靈怎麼樣啊 哈哈哈哈 你最近進步了 你最近怎麼樣 會不會你放下了一些煩惱 他說如果他在那個七一年 就是那個 香港大學那個聚會裡面 一說一說 這個就全部都靜了 然後就說你沒事吧 哈哈哈哈 但是Richard這些 他說讀這個心靈 就很能夠照顧到大家 就是一叫完湯 叫完菜 叫完沙律 就立即可以討論這些 那其實我們是不是 這個方程都鼓勵了你 多點照顧你自己的心 就是三位 你有沒有覺得 讀完之後 會不會多看回你的情緒波動啊 這個等等 Richard 你是做Marketing的 這個絕對會啦 因為佛學都是教我們 去觀照自己 就是好了 所有事情都從自己開始 所以無論遇到什麼情況 無論開心不開心 其實都是從自己開始去想 為什麼會是這樣 就是更加的醒覺自己的狀態 就是awareness 這一點 很醒覺到這一點 其實是幫到自己處理日常 就是無論工作 家裡自己的生活 很多的事情 你很aware 就是live at the present moment 這一點 當下你的心念 會幫到這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遇到 無論什麼事情 很快的reaction 就是很快的react了來 就是可能想到 沒有想到 可能是發生氣 或者不開心 或者是開心 就是很直覺很快就react了 但是當你自己 就是經過這些training之後 就是兩年以後的training 就是會更加去醒覺 看到自己 知道自己 看到自己 那一口氣 怎麼由丹田的聲音上來 開心了 不開心了 有些angry 有些憤怒的感覺 就是有感覺到自己 就是更加aware到自己 那為什麼處理事的時候 幫到你 好 一會回來聽一下John和Irene 先分享一下